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区东南 处立着一所现代化园林式开放型的大学校园 校园内建筑灰红景色宜人 让人流连忘返 这就是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是河北省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古汉大学 现有教职工近2500人 在校生三万一千多人 学校占地2617亩 建筑面积86.6万平方米 学校现设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7个 涵盖93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三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 20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 基本覆盖了河北省传统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学校拥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河北省药用分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制造公共实验中心 以及九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有化工制药和环境科学与工程 两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五个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校是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学校 拥有两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六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三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九个省级重点学科 一个省级重点发展学科 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两门 省级精品课程48门 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一门 图书馆藏书198万册 收定中外文科技期判三鲜余种 建有中国学术期判 外文科技期判等各种数据库 数字化信息资源总存储量达40T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 均为河北省优秀期刊 多年来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效战略 培养了一支业务经做风筝 诗得优的教师队伍 现有教授293人 副教授667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19人 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运而出 成为教学科研的中间力量 百余民国内外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专家学者 成为学校的特聘或兼职教授 直接参与教学科研等工作 近年来 学校以倡导关心关爱学生 激发创新创业热情为主旨 以个性化教育为抓手 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构建了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实践教学体系 大力推行整体规划 加个性培养的教育新模式 广泛开展分级教学和开办不同类型的学生课长班 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工作 学校在省内高校中 率先推出了大学生个人成长导师制度 大学生科研立项制度 学校每年投入100多万元专项用于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迄今为止以累计资助学生1万多名 获得省级以上奖励151项 在全国 内学生学 прир fetch的 大学生报学 领域 卓越 法制造 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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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